好,6.3的这个平面展开图 其实它第一题是要 让你展开,画出那个展开图来 这个我就跳掉了 那第二题的话呢 让你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平面展开图 所以你自己尝试一下 把它折起来 这个倒下去 这个往前扭一扭 这个应该可以变成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平面展开图 那这边的话呢 你会看到这个应该你一整条 你一整条排在一起的最多4个 你第5个就代表你这个会跟这一片的装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呢下面又开动了 就是这个是没有盖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立体的平面展开图 这个就是因为这4个 然后呢这个是上一个下这样子的 盖回起来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你呃 你会发现到你折起来的话呢 这一片会跟这一片装在一起的 然后呢也是有阴面呢 是不见掉了 就是有 有有有开着那个盖的一个情况 这一题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到我扭下去的时候呢 哎 这里一格这里两格怎么连不起来啊 啊 所以这个图其实也是没办法做成一个立方体 这个要怎样纠正呢 其实你这一片 这一个呢倒转一下啊 就是这个小格在这边两格在这边 如果是这样子倒转一下的话 那你才可以折起来啊 所以这个是大概是这样 这一题扭下去哎 刚好是可以的吧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方体 这个就不行了 为什么你单单去看那个面 你会发现到呢 长方形的面总共三个 对不对 正方形的面总共三个 我们讲了 他一定是两个 两个的 对吧 两个两个配对 如果这两个配对 这两个配对 这两个就不配对了 啊 所以这个就不可以 不可能的啊 是变成一个 长方体 所以可能再捕多一格吧 啊 像这样子的话好像就可以了 嗯 ok ok 这个的话呢 虽然开花好像开到很很奇怪 这样子 但是你折下去呢 的确哦 的确好像 真的是可以形成一个正方体 ok 你自己承受下 这是可以的 ok 再来看看这一题 这种题目呢 反而我个人是认为说是比较难的一个题目 ok 我们来分析一下 像这一个的话呢 他有3cm 的立方体 对吧 他的表面积呢 就是3乘3等于27 3乘3等于9 9 6 54 所以他的表面积是54cm 立方 那体积的话呢 就3乘3乘3 就会得到27cm 立方 ok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呢 n跟m叠在一起 l跟j又会叠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三个点是连在一起的 i跟g 连在一起 然后呢 又转到上去呢 跟a也会连在一起 b跟f会连在一起 c跟e会连在一起 那就没有了 ok 所以接下来呢 他要看lm跟哪一边会连在一起呢 跟nm 啊 跟nm nm 我跟回他顺序啦 啊 因为l跟m哦 l是跟n连的 所以是lm跟nm ok an的话 a会对 a会对i n会对j 所以呢 他跟ij 啊 ij 又是一起的 你写ji 可能就是顺序上有点 我个人是不是很严厉啦 我个人是觉得我可以了 ok 然后呢 gf的话 会是ab 对吧 会是ab 很好 l他问你跟哪一个点重合 你写j的话呢 就不完整 因为还有n 啊 对吧 nj l三个点是一起的 然后呢 c跟e是一起 a跟g一起 以y还有i 如果你连一起连接 三个点一起连接的话呢 你两个 另外两个点都要写好 不要只写一个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看 3加lmdk 应该会跟这个 efgh 就会是两对面了 大概就这样子 再来看这一题 我这边也是进行个分析了 所以这边是2乘1等于2 这个是1乘2等于2 这个是2乘2等于4 这个也是2 这个也是2 这个是4 所以他的 他的体积来讲应该是2乘2乘1 所以是4cm² 所以是4cm² 它的面积的话呢 就是2加2加4等于8再乘以2 就会等于16cm²了 对 cm²了 ok 所以表面积是16cm² 体积是4cm² 所以过后呢 他又问你说哪一个 DE 跟哪一条线重合呢 应该是FE的 FE 对吧 然后呢 LK 就会跟HI重合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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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跟DD重合 奇怪 DD EF 就会跟DD重合 DF EF A的话呢,同时会跟M还有G重合 OK,然后呢,我们的DH,IJ这一片 会跟哪一个两对面呢,应该是这一个面 对吧,所以是ABCM OK,有没有问题